歡迎您來到新台灣星光大道 我是周倩玲 很多事情我們真的要講清楚才知道 那麼今天開始呢 國內的豬肉這個豬農們 他們如果說他們的豬肉要賣出去的話 要先簽一張這個 好像應該算史無前例吧 有看過嗎 這個本牧場不使用乙型受體素的聲明書 就是呢 這個豬農他們呢 他們的肉要拿出去批發對不對 之前呢他們就要先簽 他們的肉裡面絕對沒有任何的乙型受體素 不然的話呢 願意受相關法律制裁 簽完之後把它賣出去 然後再拿去屠宰 但是這個算不算史無前例的事情 然後呢 這其實跟一份這個檢驗報告非常的有關係 就是義美試驗所的這個檢驗報告 今天現場我們幾位專家 來跟我們談談這前因後果啊 到底怎麼回事 到底是這個這一巴掌 就打在政府的臉上說 奇怪你的動作怎麼還沒有一個 民間的這個單位 這麼這麼迅速這麼有效率呢 還是打到了這個試驗的這個試驗單位 他其他的一些competitor 他其他的一些公司 譬如說哪一家哪一家有驗出什麼東西來 我們請教現場今天的幾位這個特別來賓 首先是政治評論家沈富雄 沈大老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的劉憶宏 英雄大學好 大家好 林口長庚讀物科主任林潔良 主任好 大家好 還有食品藥物管理局局長 康兆周康局長 大家好 另外呢就是昨天拿出了這一份檢驗的 國民黨立委蔡政委員委員好 大家好 我們想先請這個老師啊 這個主任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昨天所拿出來這個義美食品公司實驗室的這篇報告 義美食品公司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其實他們號稱有議員的檢驗經會去設備他們的檢驗 議員上議員 對上議員 所以事實上 其實這個檢驗我相信 其實他沒有政府的認證 但是應該整確度應該是不成問題 但是當然有政府的認證會更好 因為這是一種QC 一種這個品質保證的一個代表 讓你做出來的東西比較不會受爭論 其實昨天這件事我所擔心的 是說他的採樣過程到底是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要做一個採樣的一個過程 其實要公正公開 而且事實上要當事者知道 而且事實上你採樣的話不能有所偏頗 要公正的去做採樣 採樣本身就是一個很專門的學問 所以其實檢驗公司只對你送來的商品負責 他不會去在意你是怎麼採樣的 了解一般來講 所以他們一般都會拍照 然後留底 然後他們只對商品負責 所以事實上在這個過程中 假如不是工錢力的介入 事實上這個可能會留一個收割化 但會造成各種傷害 包括造成老百姓的恐慌 所以事實上這件事 我倒是覺得我們的工錢力要迅速介入 然後到底是如何能夠攤開來 該下架真的有就該下架 沒有要還人家廠商的清白 有的要下架 其實這個都對消費者是最好的方式 不要讓這件事情再延燒 我們的老百姓已經夠可憐了 已經好多都不能吃了 所以事實上在加我們的工錢力趕快介入 因為現在只有工錢力有這個工信力 好那麼蔡委員我想請問一下 您所收到的這一份 義美食品公司實驗室的這個報告 說3月4號情流感那時候爆發的時候 就有什麼三份直奔委員這邊 總統府都去 到底是誰把這些東西送去義美去檢驗的 誰送給這個義美去做檢驗的 我並不清楚 我只知道有委託單位 然後由這個義美派員 上面顯得很清楚 是總經理是派專人到市場上去購買 去採樣 那這個過程裡面 採用過程裡面有林教授有特別提到了 但是 具有這兩天的仔細的了解 這採樣過程是用隨機的方式 那麼以大家市場上消費者習慣的方式來做採樣 你到哪裡去買東西就拿哪裡去買 所以並沒有去刻意選擇對象 那第二個來講說 反而事後農政單位去採樣這些豬肉的時候 反而都有事先打電話告訴人家 就像剛才林主任講說要被檢驗者知道 我覺得這反而是一個很大問題 但是我們行之今年的農政單位去檢查的時候 先通知被檢查人 我幾點幾分要到你這邊來檢查 這個檢查會有效果嗎 我是很納悶一件事情 所以林教授醫院我都同意 除了說要受檢者事先知道 不是事先知道 你到當地要採樣要給人家知道 我來採這個 他都有拍照 他們採樣 不是事先通知他 都有發票有拍照有流程都會留底 所以我了解的 義美的採樣過程是沒有問題的 反而我們農政當然是有問題 你這幾天大局動作 事先告訴人家 事先告訴地點 那跟以前的事實一樣 我半開玩笑 這是不是共犯結構 所以當然查不出東西來 至於義美這份報告 的確我是比總統武跟行政院 大概晚一天左右 一天還兩天拿到 我幾乎就是跟今天出版的 益週刊是同時拿到的 那原因就是說當人們看到這份報告 也是一個醫學界專業人士 看到這個報告的時候 他覺得非比尋常 所以就寫了一份報告 就是說檢驗報告還附帶了一份 解決問題的報告 那麼就把解決問題的報告的方案 移送給總統府跟行政院做參考 那我所得知的就是說 他當時認為就是說 好像行政院不太重視這件事情 那總統府呢這個原先的正常系統 也不太重視這個事情 反而是總統府的國安單位的人 覺得這個非比尋常 馬上簽一個大簽給總統 總統才發交行政院來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行政院在這方面 稍微比較疏忽了一點 因為行政院體系龐大嘛 一下子反應不過來 但是算是說比較反應慢了一點 那所以同時間我也在等說 我經過一番程序不斷的考察 這一份檢驗報告的正確性 那最後就是因為昨天聯合報 早上的報紙有特別勘載 就是義美總經理親口證實 有這份檢驗報告存在 所以他早上我大概 6點半看到這個新聞報導 那我就19點鐘就準備開記者會 10點鐘就把這個報告 丟給大家做參考 那當然有人會提很多什麼陰謀論 什麼圍豬救牛 對我來講我要圍牛圍豬 要救人比較重要 人才是關鍵 台北市市民幾乎是全台灣 消費弱品最多的地方 因為餐廳最多飯店最多 你沒有理由說其他地區 不管來自美國或國內其他的生產者 你自己沒有負好責任 弄到台北市裡面來 我覺得這個是要考驗的 再加上有很多地方縣市所長都把它做政治化了 這個我很不認同 因為你底下有很多衛生人員 你全台灣所有的衛生局加起來 絕對比衛生署 這個什麼食品要務管理局的工作人員還要多 你可以隨時隨機在市場上抽錢 像昨天嘉義士不大舉出動查牛肉嗎 我就要問為什麼不查豬肉 為什麼不查雞肉 我疑問就在這裡 因為我們每一天的消費量弱品很多 你不能說今天新聞報豬肉 你就查豬肉 報牛肉就查牛肉 要全部查 維護我們人民的健康 這是來實際的 那如果說你這個像高雄市市長這個陳菊 他只發表一個 哎呀 零檢出要求中央零檢出 零檢出沒有問題 你高雄市的衛生單位人員要全體出動 蔬菜 水果 牛肉 豬肉 魚類 水產 全部零檢出 你站出來要求各單位送到高雄市都零檢出 才有道理 那今天這些包括高雄市的市長在內 平安心想記憶很心虛 他也知道自己的豬肉長的什麼樣子 自己的豬肉的肌肉長的什麼樣子 他偏偏碰都不敢碰 那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康熙長我想請問一下 剛才這個委員有提到說 是不是行政院的動作慢了一點 反應慢了一點 比較沒有太當一回事 這個你怎麼反應呢 我想剛才蔡委員講的 當然是誰收到的那種檢舉函 我並不清楚 不是他們的單位 是行政院食品衛生管理小組 對 那那個之後呢 其實行政院也蠻重視這件事情的 因為我們以往碰到很多這種事情 就是某個學校某個單位 檢出來什麼重金屬農藥 那馬上就造成市場的混亂 所以行政院也覺得這非常重要 尤其在這一段期間 所以就立刻交辦說 農委會跟衛生署來做一些調查 所以我們就馬上去做一些調查 那我們去抽樣的時候 絕對沒有通知任何人 我們也是 我講的是農政大會 我們一定是到市場去做這些調查 那之後我們覺得就是說 在我們到目前為止 抽樣大概108件 從北 中 南 東 所有各地 然後從傳統市場一直到超市 然後各種的 不管是加工品或者是生鮮肉品 全部都查過一次 然後到現在為止都沒有查出來 所以在這邊我們還是要跟所有的民眾講說 台灣的那些肉品 或許有一些一家兩家的不合格的 但是那絕對是不是全部 我想大家還是要相信我們的農戶 都是秉著良心在做生意的 所以到目前為止 大家說什麼可以吃 我覺得台灣豬絕對是可以吃的 我覺得應該大家要有這樣的信心 香港大哥請問一下 昨天這個義美的老總 他有發一個有寫一篇文章 非常的沉痛 說雖然只有0.2% 這個連1%都還不到 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 但是這麼小粒的老鼠屎 他的這個毒性之強大 一下說是什麼 跟萊克多巴胺的40倍到2000倍 我都聽了都已經昏了 雖然他數字小 但是他毒性如果這麼高 還是會不會嚇人 當然會嚇人 當然高志明他是就他們檢驗的 那樣的一個內皮肉品當中去推估 可能就是說有萊克多巴胺 或者有瘦肉精的 非法瘦肉精的這些肉品的比例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覺得市場上面的比例 可能要更高 那這批的檢驗報告 剛剛蔡委員提到說 他比 比如各大跟一週刊同時拿到 那我的了解是其實前天的 就禮拜一的早上的時候 禮拜一早上 總統府他們已經知道這個東西 而且內部已經有了初步的討論 那討論完之後其實他們非常困擾 就是說這個東西因為疫美實驗是做的 那他們當然並不是懷疑疫美啦 而是說這是畢竟又不是總統府官方 去委託疫美做的檢驗 而是我們甚至不知道是哪一個 根本不曉得哪裡來的 去委託疫美做的檢驗 那我即使相信你疫美的檢驗 第一我當然想要跟你疫美去做一個 Double Check的動作 說到底是不是你們做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我適合由總統府或者行政院的高度 來發布這份報告嗎 他很怪嘛 就是因為他不是一個官方做的 如果說今天是由衛生組這邊做的 那當然就是由官方來發布 可是他不是官方做 他也不是官方委託的 所以他們就是交到了行政院 讓行政院去了解後續該什麼做 那他們也大概初步了解 禮拜三大概媒體就會全面曝光 那算一算時間大概就一天多一點而已 所以他們大概就說這件事情 那就讓媒體或者說 讓上方向委員這樣子一個名義代表 他們去處理 他們去談的時候 談開了之後 那其實官方在表達意見 就會比較好表達意見 而不適合由官方去主導 可是這件事情 我昨天當然也跟蔡委員 在談這件事的時候交換意見 為什麼這件事情 其實市場上面養豬的 在台灣從事這些呢 這些就豬 雞 牛 鴨 這些飼養的人 其實大家都知道 裡面有一些的門道 有一些的美港 那在這些業內來講 我其實不是共知的秘密 但是其實都已經存在非常久了 那為什麼會查不深深查 因為你從來沒有真正的像源頭查過 就是這件事情 因為林杰良樹 我很多問敬重的毒物學者專家 我經常有問題會請教他 那大家去設想就是說 當初 當初也就去年五月份 當塑化劑爆發的時候 塑化劑為什麼會在起雲劑裡面 事前就一般的衛生機關 在做食品檢驗的時候 也都不會去剪這個項目啊 所以長時間他說 我們已經用了二三十年了 大家都沒有發現 大家就這樣吃吃喝喝了 好 但是當被剪出來 覺得有點怪怪 進入發現裡面竟然有 不應該在食品裡面的東西的時候 大家很快的除了把所有的這些 廠商的東西全部都掉出來 重建的廠商 馬上開始做市場的清理 清理完市場自己先恢復 恢復完並不是要算了 因為這些廠商就相當於什麼 就相當於今天的新東洋 或者台序一樣 那他們再往上查 那你的原料從哪裡來 你起雲劑的原料從哪裡來 再往上查就大概查到了 相當於養豬戶 我就要問一下 那你的原料起雲劑從哪裡來的 往上查查到了這個 這個就是說你的供應的原料商 再往上一層 好 那接下去你就說 你今天查到養豬戶 你今天我已經知道 知道你排序也好 新東洋也好 還有很多市售沒有廠牌的這些肉品 我們都沒有查 我們在查都還是有廠牌的 那我們就有廠牌 因為廠牌的管理比較嚴格 你可以喊冤 你台序喊冤 你新東洋喊冤 我也相信你基本上冤 因為你是大廠牌 應該不至於刻意的知道 明明之故犯 可是被查到了之後 我總要要求你交代就是說 你這批的豬肉的批號 你什麼時候批進來的 從哪一些養豬廠來的 我總要去查 我查養豬廠 到了養豬廠我當然問你這養豬戶說 你用你這批豬你的飼料是從哪裡來的 我在從飼料裡面查嘛 最後因為這些東西是都不應該進到這個豬肉的生產體系裡面的任何環節都不應該出來的 這跟塑化劑是一模一樣的 它不應該在任何一個飲料裡面出現 也就是它不應該在任何一個飲料的生產環節裡面出現 那今天我們如果要讓消費者安心 希望不要再吃到這種 比萊克多巴胺少折讀個幾百倍 嚴重的讀個幾千倍的 這些所謂的這些瘦肉精 完全不甘在裡頭 你應該去查到最源頭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 它怎麼進到飼料裡面 怎麼進到豬肉裡面的 可是到現在為止我沒有看到 你如果像源頭查 我相信我們一定就會查出一個 像是預申公司一樣的公司 一定會有這樣的一家公司 它生產製造或者走私的這樣的東西 而它在大家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以為不會有人做 然後放進飼料裡面 一環一環的就到了我們的肚子裡面 你除非最源頭那個東西抓到 而不要每一次 不管是中央也好或者地方政府 我真的覺得地方政府談這種事情的時候 每一次都只談到養豬場 他當然會讓我覺得你在你在包庇什麼 你很怕事情會擴大 你如果只談到養豬場 今天你就算切解又又怎麼樣 養豬場是因為選票的關係嗎 是因為你在地的關係 你就丟不起這個面子嗎 今天大家談美牛 所以你很擔心台灣豬肉 讓它發現比美牛更毒嗎 這些我都覺得不應該是考慮的問題 而是你地方政府應該有能力回頭 包括檢調單位 如果在查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應該回頭去就去了解 那一直往上查的時候 最上面的那個源頭在哪裡 他很可能就就只是 我每個月可能進口個一公噸 但是我很可能所有的養豬場 通通通通都已經用了 跟當初的塑化劑是一樣的 那我今天沒有看到 這個把這些的很高毒性的瘦肉精 放進整個養豬豬肉的生產體系裡面的 那個預申公司到現在為止 我沒有看到也沒有人在查 所以這件事情如果只查到這個樣子的話 它是不會結束的 老師會不會也覺得你剛剛一直強調 政府公權力要趕快介入 政府公信力要趕快介入 但是真的都沒有去往源頭上面抓 其實事實上這個問題不是新問題 其實這個有瘦肉精的情形已經好幾年的 我們的農政單位其實都每年都抽減上萬件 其實昨天也有講 只有2%是不合格 所以事實上這是一個老問題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話 我還是要呼籲大家不要恐慌 所謂2000倍這個數字是不正確的 因為我一直很納悶 這個數據怎麼來的 我請了我博士 一個博士 一個副教授 我自己昨天晚上 昨天下午中午一直忙忙忙到晚上 我查不到這個數據 我不得已打電話給媒體的記者說 這個數據聽說是一個教授提出來的 他到底是怎麼出來的 我搞不清楚 結果他告訴我 他可能是用最毒的客人特樓 去比上這個 這個萊克多巴胺所找出來的數據是說 他是這樣 其實這樣不對 不是沙丁安純 其實沙丁安純 假如說比照奇帕特樓的 這個LD50的致死率的話 他差不多是這個 這個奇帕多巴胺的三倍 所以奇帕多巴胺是 這個萊克多巴胺的12倍 假如ADI來算是12倍 頂多是36倍 當然這個講法是有點問題 大家不要恐慌 因為其實大家 我們全部肉品 98%CAS都是很好的 所以事實上不要恐慌 而且事實上我也提過 在媒體上也提過 假如你真的很擔心的話 你可以買這個 我們現在有農產品產銷認證的 現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到 什麼台塘豬 什麼香草豬 快樂豬 很多這種有政府認證的產品 可是現在不是連有CAS 都已經淪陷了嗎 今天不是還講說 你要CAS之外 你還要另外一項 什麼標章兩項連在一起才行 這就是我提議的 我就說假如你恐慌的話 我跟蘋果說 呼籲大家 可以這兩個加在一起 等於雙重認證 其實我在中南部 做過很多疫症 接觸過很多當地的養殖婦 他們有的是村長 有的是什麼 他們有牽引 都不敢亂晃 因為他經不起那種損失 他一養幾千頭 所以事實上 他完全照規矩來 所以這些我們所謂的 性公豬 香草豬 什麼豬都好 他們不只有我們國家的 這個履歷表的認證 而且他們本身的話 事實上跟養殖婦簽約 都非常嚴格 不過老師 我有一點不太懂 就是之前針對美牛的時候 針對萊克多巴胺的時候 我跟老師聯絡的時候 老師講說 這個呼籲孕婦不要吃 心血管疾病不要吃 年紀小的老人不要吃 那時候你還講說10個PP 應該要定在10個PP 太高了應該2.55 結果現在驗出來一個 比萊克多巴胺好 我們說就算只多個3倍 13倍好了 老師反而跟大家講說 不要驚慌 不要怎麼樣 這個標準是在哪裡 其實標準在哪裡 很簡單 因為養殖婦是我們弱勢足錢 我們需要保護它 了解我醫生 所以事實上 可是毒是一樣 毒是一個死的數字不是嗎 而且它只是2% 我們100個人總是有2個人 1 2個人是提不起誘惑的人 了解我醫師 我們要告訴大家怎麼辦 其實萊克多巴胺 多少PPB 我沒有意見 當然一個學者 一個醫師來講 越少越好 不要最好 但是假如是說 考慮到國家安全利益之下的話 照顧大多人的風險 兼顧的話 我同意 我們內障不進來 高風險就沒有了 但是你要記得 這件事還有個先進行條件 強制標示 你要標示清楚 你現在大家發生一些三卡五卡 都失掉信心的 其實這是恐慌 當然有一部分是人為的推破自然 但是有一部分 我們也不可否認的 我們該負責的主管單位 失守了 了解我醫生 假如你沒有失守 今天很容易記 這件事情 其實解決非常簡單 了解 所以你要強制標示 我一直提食品履率表 就是為了這樣 從哪個牧場出來 到哪個大盤上 中盤上 我去吃牛肉麵店 我可以看得出 我的牛肉是從哪裡來的 這是政府要做的 假如你真的要這樣進來 配套措施要做好 老師剛剛講到說 其實處理非常簡單 然後沈大佬他說 其實三個小時 他就可以把這件事情搞定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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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